视频中我们看到一只骆驼突然从嘴里吐出一坨肉疙瘩 嘴里咕噜咕噜一阵子然后又缩了回去 看起来让人惊讶 这个粉红色的肉球是啥 是不是嘴里长了个肉瘤或者是骆驼的胃 不对啊胃不可能吐出体表外 很多自媒体说它是骆驼的舌头 但事实上并不是 其实这个粉红色肉囊是骆驼的充气肉囊 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器官 阿拉伯语叫做都兰 属于上恶组织的一部分可以充气 并且是雄性单风骆驼的专属 雌性骆驼是没有的 在呼气的时候 雄性骆驼会封闭鼻孔 然后让气体进入烟部 让气球鼓起来伸出嘴巴 不用的时候也能缩回去 一般来说 猴土肉球的操作并不常见 只有在交配季节才会发生 说白了就是一种球偶信号 就像孔雀开瓶一样 在雌性眼里 这些都是加分项目 说到这里是不是让人大跌眼镜 没想到 这种看起来恶心的肉囊 还能吸引异性 真是颠覆我的三观 不仅如此 骆驼的这个肉囊 最大的用处就是消化食物 熊骆驼嘴两边的内侧 长着非常密集的肉刺 在这个肉刺的下面 就藏着这个粉红色的肉囊 在沙漠中 无论是水源还是食物 都非常稀缺 为了适应恶劣的环境 骆驼进化出了超强的进食能力 沙漠中常见的仙人掌则是骆驼的美味 仙人掌的枝肉虽然可口 却长满尖刺 一般动物根本下不了口 不过骆驼却可以 骆驼的口腔中 舌头上都是坚硬的肉刺 皮糙肉厚 吃仙人掌时 不怕刺伤口腔舌头 还能在咀嚼的过程中 将仙人掌刺挑断 最终避免伤害到自己的肠胃 单风雄性骆驼在吃仙人掌时 这个肉囊还可以将仙人掌包裹起来 不得不感叹 大自然真的很神奇 每个动物都有它独特的生存之道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点赞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